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 土鸡的批发价格 每公斤飙破了九字头 买一只全鸡就要超过五百块 涨幅超过百分之三 肌肉皮价涨幅看似不多 其实看看零售价涨幅不小 以前应该现在三四百块就有了 现在不值了六七百块都在买了 这个老板就知道 你看笑咪咪也赚了这么多 清明节不止肉类价格狂飙 蔬菜水果因为产量锐减 价格涨更凶 蔬菜去年价格每公斤二十点二元 今年涨到四十一点二元 涨幅超过一倍 水果则从去年每公斤二十九点五元 涨到四十四元 涨幅近五成 一千块差不多买三辆就没有了啦 一天都要带好几张一千块出来 贵很多 贵多少 贵一两倍啦 大陆妹 涨多少 涨了差不多二十块以上 农粮署表示 清明年价过后需求量锐减加上气候稳定 价格就会慢慢回稳 至于鸡肉猪肉价格飙涨 畜牧处表示 目前机制的产量少 比往年贵一到两成 至于价格回稳 保守估计还得等上一两个月 记者黄六 张国梁 台北透透 台湾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 每十个人就会有一个人 罹患黄斑布病变 而根据资料显示 视网膜黄斑布病变 除了是老年视力退化性疾病之外 抽烟也会增加离病率 而且是一般人的二到三倍 视网膜黄斑布病变是老年人失明 视力拒检主因 好发于五十到六十岁以上中老年人 又称老年性的黄斑布病变 但根据最新的医学研究资料显示 抽烟也会增加离病风险 而且发病率是一般人的二到三倍 四十年的 应该是看体质啦 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造成这样 它是很有可能的 影响心血管 这个血管堵塞 然后黄斑布就很容易出血 眼科医师表示黄斑布位在眼球正后方的视网膜中心 是视觉最敏锐的部位 而香烟中所含的铃骨钉会造成血管收缩 不仅会减少感光细胞 排除废物的能力 也会减少视网膜色素上的皮液黄素浓度 一旦患有甘性的黄斑布病变后 如果再继续抽烟 将提早十年转换成 湿性的黄斑布病变 另外眼科医师表示 手机重度使用者也要注意 因为手机荧幕除了蓝光 还会释放紫外线 如果长期不当使用 也会增加离病的风险 建议民众提早发现提早治疗 另外也可多摄取叶酸 维生素低等 可有效降低离病风险 记者黄六张国梁台北报道 美国最新研究证实 腹部肥胖者是心脏疾病的高危险群 国内医师表示 人体的内脏脂肪比较容易分泌 有毒细胞激素 一旦在腹部脂肪过多 代表心脏外围 也可能有过多脂肪堆积 增加左心式的负荷 建议多从事有氧运动 消除脂肪 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不少人爱吃炸鸡薯条等 高油脂高热量食物 很可能造成肥胖 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 美国最新研究发现 即使身体BMI值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达到标准 但如果是苹果型的中广身材 仍是心脏疾病的高危险群 腹部的堆积的脂肪 因为它直接联系着内脏以及心脏 所以它在局部所造成的发炎的影响 可能直接的对于内脏跟身体的健康造成有相关性 国内医师表示 人体脂肪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 而内脏脂肪比较容易分泌有毒的细胞激素 导致身体容易有发炎反应 一旦腹部的脂肪过多 代表心脏外围也可能有过多的脂肪堆积 进而增加左心式负荷 无法将含氧量丰富的血液达到全身 内脏脂肪所谓分布在这个躯干 这个或是腹部症状量的脂肪的比例越高 那对心脏来讲会造成的 他的左心式会肥厚 也会造成他心脏功能的下降 医师建议民众可以多骑脚踏车 或慢跑 健走等有氧运动 让自己有点喘 身体出汗 有助于消耗身体脂肪 平时饮食也要低油 低盐 低糖 多吃蔬果等膳食纤维 这样才能维持健康身体 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 记者拉书民讲龙详 台北报道 受到电影卡通的影响 最近狐狸和树兰很夯 甚至有民众偷偷饲养在家里 不过要提醒您 这些动物都还是有野性 属于二级保育类 没有申请是不能饲养的 虽然已经饲养了好几年 但见到有人靠近 动物园笼子里的红湖 还是相当怕人 有的沾到地洞里躲起来 有的只是在角落徘徊 独有的胡臭味 好几十公尺外就可以嗅到 听说有的人饲养在家里 大家都认为实在不妥 不只狐狸火红 就连树兰也迅速爆红 原来他们都是最近一部电影卡通里的主角 所以才会受到瞩目 但动物园提醒民众 这些可是二级保育类动物 三自饲养 恐被处最高五年徒刑 以及三十万以上 一百五十万以下的罚款 且这些动物在发行期 都会具有攻击性 千万别因为一时的好奇 而非法饲养 记者们家凯 华联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